台中市市长卢秀燕 8月1号在这个呢 来看到的是呢 在最新的记者会里头 他宣布了 这来看到的是呢 其实他们呢 这个前瞻轨道完成率只有12%吗 不过民众党呛下 不要撒钱后就不管 这是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之前批评了前瞻轨道建设执行率 居然呢 这个执行率很低 邱全元指出 审计部27号公布 最新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三期 特别法算 这个算法的这个审核报告 不过前三期前瞻执行期间 分别是2017到2018年 2019到2020年 以及2021年到2023年 不过到现在仍然分别有12项 32项以及101项 没有执行玩具 审计部只指应该要持续 督促相关的执行机关 可见政府撒钱之后就不管的市政的态度 已经严重影响建设推动 同步来关心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在8月1号在市政会议上头表示 听说中央最近准备找理由把捷运蓝线计划退回或是搁置 他希望这个消息不是真的 我中央对地方政府他认为极度的大小眼 高雄市前阵渔港改建只要3000万 中央却剥了81亿元 落差之大实在难以扶重 他希望中央能够听见卢秀燕的请托 给台中栏线一个机会 欧阳之斗就痛骂了 执政的民进党拥有庞大的预算 地方首长如果提出合理的需求 中央都应该照顾 不过像这样大小眼 真的不怕政党轮替后所有烂账都被查清楚吗 台中市政府要很委婉的 很委屈的说明我们的立场 根据审计部的报告 前瞻预算地方补助22县市 总共是5358亿 高雄市独拿1265亿 占整个总经费四分之一 我们恭喜高雄市 我们不嫉妒 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城市都要公平分配 大家都能够拿到1000多亿 那台中市比高雄市大 却只获分配218亿 高雄市1265亿 台中市是218亿 我们得到的前瞻补助 是高雄的四分之一 也是六都倒数第二名 台中市人台中市人真的很委屈 很心酸 举例而言高雄捷运已经有两条了 行政院又在核定补助三条 所以高雄市又拿到1200多亿的预算 反观台中市比高雄市人口多 我们的绝运只有一条绿线 我们第二条 我上任快五年 案子来来回回 不断的被中央打回 要求我们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往上送 中央始终没有同意 现在案子还在行政院 捷运栏线总共的经费是1615亿 我们自筹经费高达五分之三 939亿 没有问题 我们会负责 那依规定呢 我们向中央申请 中央补助是675亿 听说中央又有意见 虽然案子已经送到了行政院一段时间 中央最近准备找理由 再把蓝线补助的争取案 退回来或搁置 我们希望这个消息不正确 我们台中人拜托中央 基于公平 给我们蓝线捷运 不要退回或搁置 拜托拜托 来关心最新的联系 共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下午拜会自民党总部 见到了会长 在跟前首相麻山太郎 进行了闭门会议 侯友宜致辞时 他指出台日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一定会为台海的安定 日本安心 付出最大的努力 给的内容 我们时间连线讲语 好 主要 让我们来关心 有关于侯仪访日的最新消息 侯仪来到了日本第二天 下午是拜访了自民党的政要 除了来到自民党部之外 到底有没有见到前首相麻山太郎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我们确实是有捕捉到麻山太郎 走进党部的画面 带着这个绅士帽帅气的 就是走进党部 不过侯伴这边呢 是完全没有去做承认的 而是说一切是尊重日方的安排 以及到底有没有去承认这场会面呢 还是要等到日方的一个决定以及公布 不过大家会很关心 这一次到底来到自民党做什么 其实除了跟很多自民党的政要会面之外呢 也跟了这个政调的会长呢 秋田光一见到面 两个人呢 其实是有开心的交谈 除了交换伴手礼之外呢 也是有强调说呢 其实非常的关心两岸紧张的关系 所以侯友宜也再次的强调 除了希望说台湾安全 台海安定之外呢 也希望日本能够安心 所以这是侯友宜呢 非常关心的情况 他希望能够呢 把这个台海的危险性降低 我们来听他的最新说法 今天跟政调会 秋森田光一会长 大概聊了几个重点 他们都非常关心 台湾 台海之间会不会有事 那我特别再三的说明 我们更应该努力做到 让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日本安心 我们会前例的 让和平稳定的台湾海峡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那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在经济 文化等一些交流方面 来进一步的扩大 我们广泛领域的交流 以及协助 那我们将进一步的推升 台日之间的交流 好 可以听得出来呢 侯以身为总统参选人 他其实来到自民党 以及这一次的访日行呢 对于日本来说呢 算是给他非常高规格的礼遇 也包括这一次呢 这个台日交流之下呢 其实侯友宜呢 有必受日本人非常关心 尤其是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啊 他们非常关心青年的交流 以及经贸外交上的交流 所以侯以强调说呢 其实新北市以及台湾呢 其实是跟日本的关系 非常紧密的 所以是希望可以持续的 来做交流 以上是我们在日本东京 找到的最近情形 先要镜头 在同内 谢谢家瑜 另外来关心 侯友宜访日被访 包含了参访 这是呢 东京妈祖庙 会面旅日艺人翁清玉 以及日本华侨 还有日本职棒选手 王真志通电话等等 另外呢 日媒产经新闻 报道声称 外界对于国民党 有较亲中国 不过呢 侯友宜回应说 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出身保卫 保家卫国 守护中华民国 时事评论员的张宇轩 他就分析了 他认为在诉求 中华民国跟日本的连结 另外一方面 也要告诉日本 台湾不是日本安心 他在访日他有几个大战略上层次跟目标 第一个你说见翁倩玉王真志 即便他确诊没来 还有到这个拜访妈祖庙 他其实在诉求一件事情 就是中华民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连结 我跟各位强调是中华民国 这个民进党跟日本之间的连结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在强调说中华民国的文化历史脉络 跟日本之间的连结 先把这一点给确认之下来之后 他才会进一步再谈到下一步 再第二个重要事情 其实很关键 日本近来都有一句话 叫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但你说这个真的是被日本主流的政治圈 或媒体全然接受吗 其实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包括岸田文雄自己本人 在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讲到 希望能够依循国际法 最重要的是希望两岸之间的问题 可以和平的落幕结局 在这个前提之后下 侯友喊出一句话嘛 台湾无事 你日本就安心 所以这是他第二个诉求的一个大重点 第三个原因 过去整个长年 刚才也讲到马英九十级之后 基本上国民党跟日本是完全断了联系的 讲白了 日本不只是单指政治圈的日本 你还必须要考量到媒体界的日本 你不联系就会有一个后遗症 产生误解 这个产经新闻说国民党比较轻忠 这个不是产经新闻要黑你 也不是说他刻意的在抹黑你 而是在于没有接触的状况下 他的整个定位跟立场一直就存在这边 所以对你国民党你不接触 他对你本身来讲也不存在友善的态度 但反观民进党不一样 民进党是从政治圈 媒体到学界 全方位的涉入 甚至当中有涉及到所谓的互惠的关系 怎么个互惠法我就不要讲太明 但我的意思说他是长期 而且十年二十年 不断的把资源经营在这一块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评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友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特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障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